在選定性框架為VORON 2.4後 就需要開始準備用現有的機台列印製作VORON機台的零件 這時就需要將材料改成ABS Hi,歡迎來到Slow,我是David 在這之前都是以PLA列印為主 PLA可以很容易附著在乾淨的熱床上 但為了未來利用VORON來提供高溫列印 在建置時就需要考慮未來如果要建置熱床的擴充性 PLA能承受的溫度大約在攝氏50度左右就會軟化 作為機台的機構鍵耐熱不佳 中間也有考慮過PETG 列印容易度與PLA類似 耐熱會比PLA稍高到70度左右 在實際看過VORON社群的建議後 最後還是決定列印溫度在攝氏90度左右 才會軟化的ABS當作機構鍵 ABS列印時會有嚴重的異味與大量粉塵 請在通風的環境下列印 另外如果沒有隔離艙或熱艙的情況下 弓鍵本身容易翹躯 收縮導致尺寸無法符合需求 使用隔離艙避免翹躯的情況 透過Cura中的水平縮放進行調整尺寸收縮的問題 接下來需要改善的就是附著問題 原來使用鏡子當作列印面來確保底面的平整 但使用ABS時無法有效附著 所以開始考量使用當今大多數機台在使用的PEI彈性鋼板 入手一片鋼板後才發現 鋼板的品質與下方磁鐵的品質也非常重要 第一次買的磁鐵板因為膠面是使用棉質的 所以在黏貼後如果需要調整 棉質基底會撕裂直接黏著在鋁質的熱床上 導致磁鐵整片爆銷 後來該使用有耐溫的膠材 在需要高溫熱床的ABS上會比較適用 在兩次購買中間 嘗試使用傳統的方式將鋼板直接夾在熱床鋼板上 結果發現無法這樣使用的原因 在鋼板與鋼板同時加熱後 兩種材料的伸收量不同 導致上層的鋼板骨起 在測試110度左右下鋼板中央部分會反復鼓起與下限 因此鋼板無法與原來的鏡子使用相同的固定方式 磁鐵對彈性鋼板來說還是必要的 第二片彈性鋼板到達後 將磁鐵片貼上熱床 放上PEI板開始列印才發現 之前所說的熱床平整度問題 在磁鐵板上更容易顯現 覆蓋在熱床上的磁鐵與鋼板會配合熱床變形 此變化使原來的雙向線性差距的自動調屏 無法正確補正 所以又將韌體重置改為統一自動調屏模式 透過BLTouch密集測量全部平面的高度 並揮製出一張新的平面高度分布圖 在ABS附著方面 PEI確實有效達到功能 可以將ABS材料強力附著在PEI板上 緊到需要完全降溫或是拿起PEI板折彎 才可以拿起弓箭 拿起PEI板的話 UBL的校正則需要全部重新測量 在這方面上要等到每次冷卻完全 確實是痛點 本頻道目前著重分享FDM 3D練習機 相關知識與技術交流 有不同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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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